三十九億全燒光俄導彈系統在烏克蘭境內遭摧毀 烏克蘭獨立新聞社透過Telegram帳號公開多則影片和照片 在影片中有一兩車身明顯寫著自治的俄國海甲系統起火 據稱是遭到攻擊被摧毀的 據報導指出 該影片中遭消毀的軍備就是俄羅斯海甲近程彈炮防空系統 其造價高達1.4億美金 大約新台幣39億元 該兩海甲系統原本要自尼古拉耶夫 開往巴希坦卡 Bash Tanker 竟沒想到在過程中竟被攻擊而遭摧毀 此外 根據烏克蘭軍隊參謀總部統計顯示 截至3月2日為止 俄軍最新戰選已經至少有5840人陣亡 有二艘快艇 三架戰術級無人機 三十架飛機 三十一架直升機 六十輛油貫車 二百一十一輛坦克 八百六十二輛裝甲戰車 九個防空作戰系統 四十個多管火箭系統 八十五個火炮系統 以及三百五十五輛軍用車輛遭到摧毀 烏媒報道稱 烏空軍摧毀大型俄車隊 全車隊共八百兩車 二日 幾乎獨立部The Kiev Independent 在推特上發文指出 烏克蘭空軍與地面防禦部隊 在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州巴雜坦卡市展開反擊 並摧毀了一支大型的俄國軍方車隊 報導稱 依軍事部落格報導指稱 該支車隊包含多達八百兩車 雖然消息仍有代翁俄雙方證實 讓不少網友仍為之振奮 但也有網友冷靜表示 戰時資訊可能較易出現錯誤 因此值得懷疑 但亦希望烏克蘭確實是摧毀大型俄軍車隊 俄空降師裝甲車被打爆 俄羅斯進泛烏克蘭已經一周 可視俄國還持持拿不下烏國首都基庫 戰時受挫 據 戰略風格 網站報導指出 上述交戰影片應涉於烏克蘭首都基庫西北部的布查 Bercher 地區 也是俄羅斯空降軍 Russian Airborne Forces 自幾乎的必經之處 但在2月27日 有網友直擊了俄國空降軍的BMD步兵戰車 正在向前推進 不久之後 據Ukraine Live 影片中記錄到的畫面 烏克蘭軍隊傳來捷報 指稱俄羅斯空降軍的裝甲車 已於布查Bercher 地區遭到擊潰 另外 在離烏克蘭幾乎更近的伊爾平市區 電視台記者 也目擊了俄羅斯空降軍裝甲車被擊毀 在影片中還出現俄軍遺體 這次遭到呼獲的俄國空降軍裝備 能夠辨識出這時第76近衛空降師 76TH Guards Aerosol Division 其為一支自從2008年喬治亞戰爭起無益不如之精銳部隊 隨便你